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政府始终强调要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实证 这是一贯的 因为你提到全国人大通过的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 也表明要是一国两制 行稳制约 维护香港 长期反忍 在港区国安法通过前 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向国会发表评估报告 认为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 不应该再有特殊待遇 外界担忧美国在今星期会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但看回港股的表现似乎又不太差 有全内地的资金加快流入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随着港区国安法表决通过 港股持续疲弱 星期四行指收报23,132点 跌168点 跌幅有所收窄 港股通证流出就录得3亿2千万 但据彭博报道 笔水日前加快流入港股 今年以来内地资金买入大约2,831亿港元的港股 创2017年以来最高水平 笔水亦都占港股的总市值提升到2.9% 那笔水是否真的买多了呢 有分析就认为内地资金加快流入港股 是在中美国力期间支撑香港市场 那专家又怎样看呢 我想未必就有很大的一个考虑因素 如果我们看回国内的机构性买盘 比如说养老金或者是长期资金的话 那个配置我想都不会特别是着重在港股那里的 但是有一个托市 我想暂时就没有这样的必要住的 因为港股如果是整体来说 那个市盈率都是偏低的了 那如果是作一个中长期的部署的话 而是一些短期的政治震荡 那我想这个是反而大家 比较是长线一点来做一个投资的部署 在内地生活 周不时会见到小贩在电动车上面卖东西 但是这些生意并不合法 所以他们时不时要和城管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 但疫情之下室内空气不流通 在室外做生意反而成为了一条门路 早在三月中旬 成都就发布新规 允许商户摆地摊 临时尖度经营 截至五月中旬 成都共设有临时占到摊位1636个 临时月门经营点18260个 允许流动相反经营点接近17000个 直接和间接增加就业崗位超过10万个 内地近年为了改善街道卫生 取代小贩和大排档等等 但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 有人大代表就认为应该合理恢复地摊经济 中央文明办日前也宣布 为了符合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要求 今年文明城市的巧合内容 会剔除占到经营、马路市场流动相反等等 本集完 本集完